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虑到很多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粉丝们的心情 主办方美图公司也是超级贴心地设置了一个告白通道 在火箭上女101表演前48个小时 只要在微博下写下对自家小姐姐的应援留言 美图将在22日中午前取11条转发量最高的应援留言 并将这份告白应援送到美图变身节现场 让101少女们亲自感受到粉丝们的应援心意和热烈告白 48小时快速告白通道一开启 这条微博下方转发评论区就涌来了大量101火箭上女们的粉丝 纷纷写起了小论文 对自家小姐姐大方告白 超级暖心 从101粉丝们的告白文案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 现在的粉丝追星文化不再像之前那样 集中于为爱豆的作品打扣刷关注度 而是更多侧重于表达对爱豆本人的喜爱 离她她的作品很近 但是离她她本人更近 这种新的追星模式也催生了小论文告白法 主张将对爱豆的喜爱直白而细致地表达出来 近日火箭上女101坐动车引起围观了 网友大哭 杨超越颜值担当 吴轩怡 杨超越 段奥娟 英美子宁 三美李子婷 附近 徐梦杰要坐动车 网友纷纷表示 吴轩怡真好看 杨超越好可爱呀 附近感觉好有气质 北徐梦杰 好可爱的 7月22日 火箭上女101成员 孟美琪 吴轩怡 杨超越 段奥娟 子宁 三美富京 李子婷合体 现身高铁站 孟美其舞脸偷鸟粉丝 吴轩怡大挥手聊发 捧咖啡甜笑便吃货 杨超越嘟嘴卖萌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扒一扒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